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个电脑电源现在是插电没有输出 这个电脑电源是100V到240V输入 1.5A,输出是19V,4.7A的 说明这个电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功率也挺大的 下面我们把它打开 旁边有缝,我们可以硬撬开 因为它没有螺丝,它内部是用胶粘的 撬开以后,它内部有一层抗干扰的铝板 我们需要把这个铝板小心的打开,因为我们还要还原 把铝板撬开,内部是用胶粘的 这个就是开关灭压器了,我们再把这边给它拆开 铝板这端是接在输出的地上 也就是说整个屏蔽壳是接在输出的地上 这样能够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铝板上焊了一个铁片 这样就把这个铁片和铝板完全的接在一起了 内部是由塑料,由胶布粘在一起 这样能够起到绝缘的作用 我们再把塑料打开,就能够看到板的内部构造了 这是高温塑料,它的周围粘的胶布也是高温胶布 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 这端是220伏输入,这是一个保险 这是共膜抗干扰电杆,这也是共膜抗干扰电杆 下边还有共膜抗干扰电容 这还有一个电杆 这又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这是PFC电杆 这是300伏滤波电容 这两个是开关电源的功率管 它俩是并联的 这边还有一个PFC的功率管 以及整流桥 这个是开关变压器 这是输出滤波电容 这是输出指示灯 这是输出整流的两个肖特级二级管 这边就是它的电源管理芯片了 一个是L6561PFC电源管理芯片 这是PMP型的三级管 这是驱动的二级管和电阻 这个是PFC功率管 这个电源芯片的型号是DAP11 它的参考型号可以用NCP12003 这个它是代替TL431的 它不但能够检测电压 还能够检测电流 来控制光耳 控制我们这个电源芯片 它的型号是DAS001 它的参考型号可以是TSM103A 它相当于运放LM358 但是它内部有基准电压的控制原件 所以它主要是用来配合光耳进行稳压的 现在我们这个电源的故障已经找到了 主要原因是这个PFC功率管击穿了 我们看这三个角已经击穿了 它是一个长管 它击穿的原因 一般是因为PFC芯片损坏失控 或者是后边有短路 总之它因为老化损坏的原因可能性不大 在这里 由于PFC功率管 它的原级是接地的 漏级是接300伏的 300伏就是整流桥的正级输出端 所以由于这个电流很大 对地电流很大 很显然 这个保险就会损坏 这个位置有一个保险 我们看 这段是220伏输入 这个保险现在是断的 也就是这个输入端 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是断的 而这段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是接通的 现在的故障呢 首先是PFC功率管损坏了 我们可以把PFC功率管卸下来 然后测量这个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呢 我们换一个PFC功率管 一般就能够修好 如果波形不正常 我们就要把这个芯片再换掉 把这个保险换掉 基本上就修好了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